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迈入高龄化社会 罹患失智症人口也会跟着增加 到了民国150年 全国失智症的人口数可能会超过百万 如何预防失智症发生呢 新美市议员张志豪与新美市在地业者合作 引进适合老人家玩的数位科技游戏 再透过数据分析个人的情况提早预防失智症 并且由社会局卫生局等进行评估 再推广到新美市的关怀据点 双人PK打地鼠开始了 到底谁输谁赢 感觉双方激战中 其实这台大人版打地鼠 称为Misoda乐活认知训练机 以机台训练手眼协调能力 增加肌肉量和四肢延展活动能力 新美市议员张志豪表示 先看到桃园市长郑文燦玩这台机器 可预防及延缓失智 联络厂商先引进连城里给长辈们试玩 一个人可以玩 最多四个人一起玩 一个人的话 他就是进行到训练人员的效果 刚刚我听到有防御运力 有助力力 有学习教育运气力 然后有音乐承受的训练 那当进入到两个人玩的时候 那他就是原小朋友 我们就是用 这个可以对战的模式 类似打地鼠的乐活认知训练机 还有其他机组统称为LTPA智慧认知训练方案 张志豪强调除了好玩之外 主要是每个长辈透过玩游戏的背后 都有产生数据记录 而这些大数据 即能分析个人情况 提早预防失智症发生 另外张志豪邀请社会局 及卫生局等单位到场实际体验 计划引进各个关怀据点 让市民朋友远离失智危机 那AI的智慧的引入 它有很多的大数据可以分析 那大数据分析之下 它可以来判断 你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失智的 或者这个未来可能会失冷的这个状态 可以提早来因因预防 预防发展时缓的 或者是失智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因为让很多长辈寓叫于乐 在这边玩游戏玩得很开心 这样子也吃饭吃多一点 对不对 失能嘛 我们不要失能 对不对 我们要很健康的活到老 那我们不要失智 那我们不要怎样子 还有失群 其实我们到 不管我们的年纪到什么地方 我们都要好朋友 我们都要有人际关系的互动 所以就要走出来 要在唱歌唱 今天的志豪议员 扮得这样子 以智慧科技做出来的游戏机台 类似运动版的switch 老人家来到关怀据点 有伴一起玩不亦乐乎 张志豪表示将争取预算 以租记的方式 巡回各个银法俱乐部 或是关怀据点 以这些设计 让长辈有活化大脑和肌肉活动 记录上传云端 再收集大数据 来作为预防失质的提醒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为了让老人家有休闲运动 并且要活力老化 健康老化 新北市银歌区 永吉社区发展协会议 办理项弄长照站 揭牌仪式 在理事长陈长生的用心安排下 为现场长辈带来满满的温情 新北市政府这几年推动的 银法族俱乐部政策 应该以全区开办 而乡弄长照站 可以说是银法俱乐部的 进阶好话办 提供关怀访试 延缓失能 及照顾者支持服务 期盼能协助在地 有照护需求的长者及家庭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的课程我们都满了 那我们每天几乎 大概有100个人在上课 那以长青老人家来讲的话 大概有占了大概有六成以上 本次开办相弄长照站的 永吉社区发展协会 在接牌前也特地向 吉德公的土地公 表达感谢之意 银歌区长师明慧也说 长辈身体顾得好 家人就没烦恼 为了落实侯市长的 一个在地乐活 在地安养的一个政策 那也非常感谢 我们银歌区的 乡亲们的支持跟配合 所以我们现在在 那个西级长照站 就有六处 那关怀据点就有十处 那银法俱乐部就有22处 那最主要呢 这些都是要来照顾 健康跟亚健康 让长辈呢 都可以出来走一走 互相交流 然后选择他们喜欢上的课程 或活动 银歌各个关怀据点针对长者 每月节提供6600人次的关怀服务 也相信 乡农长照站的成立 能为我们银歌的长辈 带来更好的生活 让大家活力老 健康老 并且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 打造幸福移居的城市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 银歌区建国里里长林清德 用心推广环保爱地球的观念 除了里内资源回收的成绩 屡获肯定外 就连办理共餐 也不忘推广 减碳吃在地的理念 尽管全球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但台湾防疫得当 地方小型活动还能顺利办理 但该做的量体温消毒等工作 一定要确实做到 银歌建国里每月一次的共餐 是里内长辈们最开心的时候 长辈们一早便齐聚宽畅 一手接着一手等待共餐的时间 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 素食的清食的老人共餐 让老人家能够了解 共餐除了弱势以外 还有更不一样的餐料 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在地的农业 有机蔬菜 我们建国里的老人的 照电动电话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虽然是蔬食 但菜色十分丰富 五大营养素全部具备 因为是防疫期间 所以志工们将餐点一一盛装好 再送到长辈们的桌上 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 你们这样吃素食习惯吗 不错 谢谢你 虽然一年才有一次的共餐吃蔬食 但也让长辈们实际了解 就算没有了大鱼大肉 蔬食也是可以美味营养兼具 希望大家一起响应吃蔬食 减碳爱地球的行动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在电影来看 追着火车跑的 新美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今年预计4月18号来开跑 新美市官吕局就举办记者会 号召跑界的高手们 赶快来报名 而活动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要带着口罩跑呢 新美市长侯友宜强调 以防疫为优先 会滚动式的检讨 去年因疫情延期到12月的铁道马 今年抢先定在4月18号举办 追着火车跑的铁道马记者会 宣布今年会有神秘队友组合 铁道马是7人组合接力赛 包括路跑界达人 后腾有四 Tomo san 超马三太极等人 一起来帮忙助攻 将会是今年赛事 最让人期待的惊喜 好哟 很多个字 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 不知道是DOG还是董 没关系 你赶快在Facebook底下留言 所以就是跟我们这个 永生快拜 赛道上显灵的三太子 来合作 就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 DOG 神秘队友的帮忙助攻 那媒体也好奇 侯友宜市长 有没有机会成为神秘队友 和跑友参加铁道马呢 追山追海 追着市长一起跑呢 我会才有可能 我一直想去追火车 追了六年都没有追到 这是我非常大的遗憾 那去年疫情的关系 我更忙 所以没有时间参与 我希望今年如果疫情 能够舒缓 我有机会的话 我就很想去参加 这样一个 团结力量大 友谊永全的好运动 铁道马广受称赞 但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延后举办 今年是否会再受疫情影响 得戴上口罩参赛跑全城 侯友谊强调 一切以疫情为优先 若疫情舒缓就照办 若有特殊情况就延期 绝对以防疫为优先 滚动式检讨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美市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在英哥工商展现成果 美术工艺科玻璃组 在师徒治下 以药草及茶 器物设计为主题 花了半年的时间 完成了各自的作品 其中 廖玉安同学 以木兰花为主轴的作品 获得了冠军 欢迎金马奖社会的颁奖典礼 一位学生们独特的走秀进场方式 参赛者的介绍影片 从中就可以看出英哥工商 对于学生们表现的重视 这是新北创新教育加速器 计划成果的颁奖典礼 英哥工商校长孔玲文 在致辞时 也肯定学生们的优异表现 英哥工商美术工艺科玻璃组 18位学生 花了半年的时间 在师徒治老师 吕燕华黄雅玲的指导下 以使用药草为主题 设计制作了整套的茶器物组 黄雅玲老师说 作品的技巧学了就会 但过程中学习到的人文素养 才是学生们最珍贵的内涵 短短的六个月我们过得很扎实 但是他们每一个课程都是照上的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额外的课程去做 那我觉得他们的自发性 让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很愿意投入这样 然后我就常常觉得说 有时候他们也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们年轻人有一些想法 也会触及我 那我就会跟他们共好 一起去做一些沟通 然后所以我比较感动了 倒不是说 哇他们很会做 做得很漂亮 这个是太简单的事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棒的一点是 很懂得感恩 然后真的是觉得很棒 玻璃组18位同学 各自选择喜欢的药用植物为主轴 以植物形态 药用部位为设计内涵 设计了一系列以玻璃 法郎为主材质 手绘右下踩为斧的茶器 廖月安同学的作品 极度木兰周上望 选择了心仪 也就是俗称的木兰花来做发挥 最终作品得到了评审老师的青睐 获得了第一名 同学他们都做得很好看 然后我就很重点 他都不会是我 就是把他的花瓣 就当做茶折一样 因为他就是 他的花瓣是这样子往上长 然后就是可以手拿着 然后刚刚好一片 然后茶折形状 就可以符合手的样子 然后就播的时候可以很顺 孔丽文校长表示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给予的经费支持 让学校可以透过产学合作 邀请业界名师传授记忆工法 让技职学生得以学习到许多的经验 与技能的精进 成果展将展出到2月18号 欢迎社会大众前往欣赏 学生们的优秀作品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又时又冷的天气 很适合来吃剖菜料流 今天要带您来看这担任过 新东南餐厅的大厨 为了要炒出喜欢的泡菜料理 自己腌制韩式泡菜 酸辣甜的泡菜口味 获得好评 也成为内洪人才知道的 隐藏版料理 炉火一开热锅 倒下白饭 各式炒饭料理 大厨喂绿尾 快手翻炒 米粒裹上淡汁 金黄色泽 现点现炒 坠售不可喜爱 而其中在又湿又冷的天气 畅销第一名的口味是泡菜炒饭 客人说湿冷的天气里 来上这一味 暖胃也暖心 觉得老板的泡菜是做起来蛮特别的 然后他搭配他的炒饭吃起来 我认为是蛮爽口 然后在这个季节吃起来就是比较开胃 我觉得味道也不会太酸 搭配起来就是很美味 位于中和原山路148巷口的小店 是任职过台北新东南餐厅 军乐饭店的大厨魏律尾开设 以现炒料理为精油特色 魏律尾厨艺好用餐时刻 料理台上满是点餐菜单 为了让炒饭完美呈现 特别是腌制了韩式泡菜 选用韩国产大白菜 做出酸辣甜适宜的味道 用来炒饭或是搭配肉类快炒 微辣的口感最适合冬天享用 泡菜跟外面买品质不太稳定 然后自己做比较新鲜 当然自己不会放一些 放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自己做保证是纯天然的泡菜 韩式泡菜被美国时代 华纳健康杂志 评为世界五大最健康食品 富含纤维素维他命AVC 不仅是韩国美食的代表 台湾人也爱吃 魏律伟说自己做的韩式泡菜 受欢迎相当开心 也因应顾客要求 做成罐装泡菜出售 湿冷的天气 用来煮泡菜火锅最对位 夏天就是人家拿来开胃啊 开胃菜啊炒饭啊 可以拌一点这样子 冬天客人都会买回去煮火锅 我们的泡菜 泡菜煮火锅真的非常棒 就像在吃泡菜锅一样 冬天吃泡菜料理暖胃 夏天吃泡菜则是开胃 一样的料理各有不同的变化 餐厅大厨做的韩式泡菜 隐身在巷弄里 只有内行人才买得到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